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罗斯国防部称 阿塞拜疆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突然袭击了俄罗斯车辆 有8名在内里违和的俄罗斯违和士兵丧亡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1日凌晨发布消息称 20夜间至21日凌晨 俄方空系统在黑海水域以及克里米亚上空 记录了19架乌韩无人机 有艘货船在距乌韩边界只有数公里的 罗马尼亚港口苏利纳附近的黑海海域发生爆炸 传言们说爆炸可能是处了水雷所致 而罗马尼亚当局尚未提供有关爆炸原因的任何信息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罗马尼亚军方一直定期在黑海搜寻水雷 并已拆除了树美 当地时间9月21日晚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费勒尔称 欧盟委员会已致函波兰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通知这些国家当局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代表他们处理与乌克兰的贸易争端 波兰农业部部长泰卢斯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建立团结走廊 使乌克兰粮食不流向波兰 是解决对乌粮食问题的方案 泰卢斯称 乌克兰农业部长已要求与波兰启动粮食谈判 但是有些事情需要解决 当地时间21日 波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第一艘运送乌克兰3000吨古物粮食的船只 通过黑海临时人道主义走廊 于21日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港 美国白宫称拜登政府将为乌克兰 提供新的军事和防空援助 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报告说 9月18日 不明身份的破坏者 在莫斯科附近的契卡洛夫斯基机场 损坏了俄罗斯战略飞机 但后来有消息说 这是乌克兰特种部队 在敌后实施的军事行动 据说这里离普京专机非常近 据报道 一部乌克兰人用生命和热血 还有顽强意志拍摄的记录影片 在马里乌布尔的20天 将代表乌克兰参加奥斯卡电影节 无论其能否获奖 都将给奥斯卡带来震撼 战况消息 克里米亚乌军昨天最值得关注的战果 应该是乌军利用风暴阴影导弹 摧毁了俄军黑海舰队指挥部 据乌武装部队介绍 他们成功袭击了射在克里米亚 塞瓦斯托布尔的 俄黑海舰队指挥所 强烈的爆炸摧毁了目标 同时乌军队克里米亚 还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俄美也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袭击 导致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一度中断 据报道 可能是为了干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克里米亚半岛出现了浓浓的烟雾 塞瓦斯托布尔市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城 当地政府正在利用烟雾进行防御 并向民众承诺 这些烟雾都是安全的 拉兹沃扎耶夫还说 俄军在当地的防空系统起到了保护作用 击露了全部来起的无人机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里却发生了一系列猛烈的爆炸 随后乌军证实这些爆炸是乌军所为 巴木特在此其遇 俄乌双方都有进攻和反进攻的行动 战斗比较激烈 在安德利夫卡东侧区 俄军派出了两个编队的士兵 越过了铁路线 对乌军阵地发起了吸引轮的进攻 在激战后 俄军没有取得进展 后续战况还没有消息 在北一线区 双方还是处于对峙状态 除了打卡式的炮击和无人机队席外 没有发生地面交战 在南侧区 俄军从东北与东南两个方向 对克里尔歇耶夫卡的乌军阵地发起进攻 但没有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 军被乌军所击推 据俄罗斯军人和军事博主透露 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命令俄罗斯军队 对巴克木特难以进行考虑不周 且得不到支援的反击 以紧急收复失地 但接着目前没有取得明确的进展 顿涅茨克在此区 武汉国防军成功击退了 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州 扎伊采夫以西地区的袭击 俄罗斯人试图收复安德里夫卡 东北部地区的失地 但没有成功 他们还对这里的20多个定居进行炮击和空袭 包括瓦修基夫卡 奥里霍沃 瓦西利夫卡 伊万尼弗斯克 达克内和扎利斯内 扎布尔热这里的战斗依旧比较激烈 俄军在罗伯基涅区南郊发起了三次反击 在乌军阵地前 被乌军猛烈的炮火所击退 而乌军在新普罗科皮夫卡东侧区 继续的围攻俄军战斗正在进行中 战况目前不明 而在维尔波维西南区 由于乌军的猛烈进攻 有所进展 乌军向前推进约200米 大诺沃西尔卡在乌罗然涅区 俄乌双方各组织一次进攻 但双方都没有取得进展 现在这里的战斗激烈程度有所减缓 当然新的战斗正在准备中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 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双方僵持应该都在逼大招 二俄军目前出现炮弹短缺的迹象 如果持续将是临界点到来的前奏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波兰总统 安杰伊杜达表示 西方在乌韩抵御俄罗斯的过程中 对乌韩的支持将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并敦促基辅的支持者保持坚定 这是为了确保俄罗斯 无法合法的强行改变欧洲边界 这是未来和平的保证 对美国也是如此 杜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 杜达还表示不存在妥协的解决方案 只有打败俄罗斯才能阻止侵略 当乌克兰在美国和西方的帮助下 在乌克兰将俄罗斯军队赶出备占领土时 当他重新获得领土控制权时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说 俄罗斯帝国主义真正被打败了 德国总理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 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表示 乌克兰和平不需要虚假的解决方案 因为没有自由的和平叫压迫 没有正义的和平叫独裁 萧尔茨说 乌克兰人正在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战 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 为维护我们在联合国宪章中 所承诺的原则而战 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不仅让乌克兰陷入巨大的苦难 全世界的公民也都在受通货膨胀 债务增加 化肥短缺 饥饿和贫困加剧之苦 由于这场战争 在全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后果 因此 全世界参与到寻求和平的努力 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正确的事 但我们必须警惕 以和平为名的虚假解决方案 昨天中学生点评了拜登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尽管对拜登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但是拜登的表态还是值得肯定 他表示 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平正义 要挺身而出 中学生只是希望他能言行一致 但是这些西方要员 在联合国的发言表态 无论多么铿锵有力 还是改变不了联合国 无可作为软弱无能的现状 来听听俄罗斯是怎么说的 俄外长说 西方多年来 一直在乌克兰挑动内部矛盾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推动习 与俄罗斯发生军职冲突 事实是俄一直在扶持支持 乌克兰内部的分裂势力 现在悍然出兵占领乌四周 俄外长说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被多次践踏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对于通过谈判 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 他还批评泽连斯基拒绝谈判 拉夫罗说 在谈判问题上 我们不会拒绝谈判 但我想提醒尊敬的国务卿先生 泽连斯基总统签署过一项法令 禁止与普京政府谈判 倘若美国对谈判如此感兴趣 我认为 命令泽连斯基解除这项法令 不会很困难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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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